作詞・作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已经批阅完毕 最近这个梁军很是不安分啊 王上宏威 这梁军啊看似是兵强马壮的 但是就如同一盘散沙 跟我军交战定然是不堪一击 收起你的马屁 好好好 姑放你在身边就是想听点真的 嗯 王上 那您就请恕咱家直言 说 我朝虽然是兵强马壮 但缺 一将 王上英明 那你说 现在太夫没了 谁更适合执掌兵权呢 这个嘛 其实王上的心里 早就已经有了人选 那公公觉得 宁王怎么样 哎呦 撒家绝对不敢乱言 你平时不是很热衷于 蔡姑的心思吗 那你这次也猜猜 不显在心里是怎么想的 马上 这冥王 早已经是危阵八方 领兵自然是不成问题 但是正如那个岔罗所说 如果这江湖和朝堂 全都被他一个人给占了的话 那 那 王爷请 我在这儿呢 好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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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我在这儿呢 我在这儿呢 这衣服 臣 参见王上 住什么手啊 扫兴 好了 都起来吧 王兄 你的人坏了孤的戏 孤唱戏的时候 正是孤思量奏折的时候 王上 月影一心只想救驾 情急之下才迫不得已出手 还望王上恕月影不知之罪 你叫月影了 孤知道你 身手不错 救驾也还算及时 月影惭愧 还请王上不要计较 王兄 能否割爱 把这个月影送给孤啊 在孤身边 正可救驾 王上 愿以兵妃臣的下日 而是当年母妃 重托于臣 要臣照顾之日 哦 无法 可可你耍下了 起来吧 谢王上 不知王上此次急诏臣禁殿 是有何事 啊 顾召王兄来 是想跟王兄商议 良君犯我陆州之事 皇上可有定夺 有 姑准备 亲政 皇上 万万不可 为何 本朝百姓 刚有归属之感 臣以为 朝中不可一日无据 若姑不亲政 太富有趣 此战凶险 谁人能长啊 回王上 还有一人 何人啊 臣 这是王上派人送来的 有太多年了 我没再穿过战甲 也没有骑过战马 我等这一天 等得太巧了 可王上并没有送来兵符 只派了三千锦军 就给公子解陆州之位 那是我的主意 大梁出兵仓促 我只需断他两路 他就必定折返 三千人 是险了点 不过我也必须要走些险招 才会让王上 明白我的价值 月影相信公子 此战必胜 公子好像并不高兴 离目标越来越近 是件好事 可这身战甲 王上 要让我用一样东西来换 什么东西 鬼化城 鬼化城 公子 你真的要放弃鬼化城吗 鬼化城与兵符 换作是你 你做何选择 兵符 去准备吧 去准备吧 若我真能从陆州凯旋归来 我必定亲自回趟鬼化城 这处庭住院 是 来 起来吧 今日换大家前来 是要定下绝杀人选 晚妹晚香 你二人比试 争夺绝杀之位 圣者得位 可有意义 没有 没有 很好 邢堂主 宣读规则 你们二人抽签 并根据签上所写 鬼化城侍者名字 取彼岸殿上方 红魔伞 彼氏现实一注香 以取得对应红魔伞 且先落地成 为圣 彼氏期间 不能中途落地 否则 已输定论 这 是晚香的 好 这 是晚香的 让我瞧瞧 晚香虚取之伞 素秋 而晚妹虚取之伞 流光 相 Scorpion 询浪 申门 就要 ridiculous 在想 真是 不贪 展开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启禀城主 晚妹已经拿到了流光姑娘的红摸伞 这怎么可能呢 让我瞧瞧 城主 晚妹她不守规矩 晚香不服 求城主 家事一场 我既没有中途落地 也没有将散雕在地上 哪里不守规矩 倒是你 空口无凭 信口开河 还敢怂有城主 不守承诺 简直最佳一等 晚香姑娘 即便是没有争到绝杀之位 但仍是天杀 往后还有机会 好 今天的绝杀比试 是 是晚妹姑娘赢了 那请问城主 流光姑娘的红摸伞 晚妹现在是不是可以挂上去了 可以 天佑十九年秋 宁王李四元 率三千禁军出征陆州 先断起粮草 后佑趁务偷袭 万日内大败粮军 解陆州之围 道路 娱力 非常之小 可 请 王兄谦虚了 孤奉你为 北崖统军大将军 何如 谢王上隆恩 从今日起 臣定当志业带全军操练 为王上分忧 王兄可否还记得 你与孤曾有一约定 臣记得 臣记得 臣这就和月影出发去鬼化城 收拾细软 先前 岔罗城主曾向孤世忠 孤并没有给他明确的答复 之前 孤赏王兄的莲花令 那就劳烦王兄转交给他 并传孤口谕 以后鬼化城为朝廷做事 凭此令牌 可向各州县调兵调瘾 为者以抗制论 杀无舍 是 公子 公子 您不能闯进去啊 城主说了不让剑客 公子 公子 二月 你去忙你的吧 公子 这么急匆匆地到我卧室来 是有什么急事吗 城主是不是前些日子 进过宫 还对王上表过忠啊 是 又怎样 到底是我鬼化城的城主 公子 真是敢作敢当 见过公子 从今日起 我不再是鬼化城的听竹公子 只是靖国宁王 这 是什么意思 鬼化城城主 岔罗皆知 王上口谕 得此令牌者 统领鬼化城 从今日起 鬼化城只为朝廷效命 可凭此令牌向周 献 调银调兵 为者 按抗指论 杀无赦 岔罗皆知 令牌和口谕 我都已经带到了 好 接下来 我会回厅竹院 收拾细软 七日之内 保证离开鬼化城 恭喜城主 他会来的 他只是性子绝了一些 下不了决心罢了 他终究还是不愿意欠我 公子 公子是在此等我告别吗 希望只是暂别吧 若你能坐上城主之位 我就还会回来 完美也不缺心 自己能否做的 你可以 我还记得第一次 就是在这网声池边 听了你弹的曲子 那一刻我便知道 你并非凡胎 胜而为人 均为凡胎 完美只是被命运逼着 才走到了今天 话虽如此 可你有种非凡的能力 你总可以在绝境中 找到一些生气 如果可以 有谁愿意永远 陷在绝境里的 你若想离开 我现在就可以带你走 完美若说了 怕公子要失望吧 毕竟在公子的心里 完美更像一枚妻子 那长安 此事与他何干 他已经在江城立了山道 还自封为楚王 那很好啊 虽然他 也未必愿意 他卸下所作之时 和我是一样的 可为何在你的心中 就有所不同 他不会在我的面前俯瞰我 等着我开口求他 但凡知道我心中所想 他都会毗心斩棘 哪怕搭上性命 也会给我铺一条路出来 所以 他与你 从来不同 无论如何 完美都要感谢公子长久以来的招呼 我 往后的路 完美会一个人走 完美 这八公子 有那种感想 在我们的殿下 我们的侣旦 自得 这种感受 希望 si 你能扯 现在又有选择留在鬼华城 自始至终 都不是为了公子妮 完美只是不想再让鬼华城的众姐妹 再在茶楼的手下手骨 也不想更多的人死于非命 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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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照大家前来 是想问问大家 还记不记得三年前 有刺客闯进崔姓楼 想刺杀成竹啊 记得 上天有眼 终于让我知道了刺客是谁 晚妹 你出来 你向来聪颖 不如你先说说 晚妹愚钝 晚妹只知此人暴露身份 要么是已死之人 要么是将死之人 那你可就错了 这个人哪 不但还活着 而且还在前一阵子 就逃出了鬼华城 这个人就是你叛逃的影子 长安 长安 原来是长安 你还装得真冷静 你还装得真冷静 她那个时候还是你的影子 所以 她是凶犯 你是主谋 晚妹 晚妹冤枉 三年前 晚妹初来乍到 是城主心善收留了晚妹 晚妹有何动机 要刺杀城主呢 就算你不是主谋 但她是你的影子 你们俩整天形影不离的 你也脱不了干系 长安再怎么跟我形影不离 晚上休息的时候也是分开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城主遇刺的那天晚上 我在厅竹院服侍公子 城主当天晚上也去了厅竹院 亲眼看到我和公子在一起的 那你的意思 是我错了 我信口开河了 晚妹自认清白 请城主明察 早晚要请城主 新闲 恐怕趁热 先去 补销 成年 您尝识去 杀出自己兵 好好地 你们这是做什么 你们是都要反了吗 我还是鬼化城的城主呢 你们若是都要反的话 这全部上来啊 闻妹 你是否操控长安刺杀城主 尚无定论 有待彻查 但刺杀一事 毕竟是长安给你当影子的时候做的 总得查你个失职之策 你可认罚 婉妹认罚 好 我宣布绝杀婉妹 管束影子不立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来人 帮婉妹姑娘带回刑房 等候处罚 是 可认罚 婉妹姑娘 长安刺杀城主一事 你知不知情 已无证可对 但你监管影子不立这一条 也须从姑娘体内 取出十支血骨 以锦效忧 取血骨 须使气穴逆行 过程十分痛苦 准备好了吗 取他体内邪骨 这刑堂主还真是用心啊 一来能解了他对我的威胁 二来也能让他受苦 你说是不是 是 你斗个屁肢 是 滚 是 行风啊行风 你还真是想方设法 抱住婉妹的命 你活在鬼化城 活在我身边 当真不义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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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自写大了 这是什么 这呀 是婉妹写给宁王的求救信 怎么样 你是觉得 公子 公子会信还是会来 他既不会信也不会来 只不过我已经欺负了他的女人 若是不想封设法让他知道 这不是太没气了吗 你该不会是嫌我浅薄了吧 你高兴就好 你跟我说说吧 婉妹怎么样了 十只邪谷已取出 宫里大紧 而且伤了根本 往后也不能再用邪谷了 你这么说是想告诉我 他对我的威胁已除 我用不着再为难他了 是吗 也许是因为 每次我看到他 都会想起年轻时候的你 多争呀 来 你不得了 哈哈 哈哈哈哈 上一次啊 你已经用这样的话 骗我放过长安了 这一次 我不会再上当了 哈哈哈哈哈哈 王上对我 还是放不下心 今日上朝 王上下旨派我 去剿江城的叛乱 给多少人马 五百人 长安称王 应者云吉 现在起码有今晚之中吧 不止 更过分的是 就连这五百人马 都是从附近的州 县 临时征召来的壮丁 怕是上了战场 连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王上这摆明了 让你去送死啊 王上还说 三国时期 诸葛以两千兵马 破了曹操十万大军 他这次给我五百人 就是想看看 我永不有诸葛之残 有件事情 我本来不想让你分心 但眼下 倒不如先顾全这一遍 这并不是完美的字 可这一定是完美的心 不如我们先回去 想办法救他出来 既是如此 我们就不必回去了 你派人将这封写书送到江城 这次竟是岔罗住了我 这送到军营里来的血术 怎么可能是真的 不过是用你上当的圈套罢了 这字虽不是完美的字 但这血必是完美的血 否则我的事情 怎么会有反应 就算是真的又能怎么样 这里上万人的性命 和无数人拼死延续了 上百年的希望 皇族的血脉 天下的苍生 都比不过 完美的写写的这几个字吗 你不能走西桓 今天你一定不能走 江城这边刚刚有了绳势 如果你要这么走了的话 这祖辈百年的希望 将毁于一旦 人家在这边 国家的声乐 你一定不能走 少主 就当我求你了 不要走 罢了 我坚持了这么久 能用的方法我都用尽了 我累了 剩下来的难题 就交给你一个人吧 累不住了 我一直想等着 看你 光复我 光 光复 我 皇家 伤 伤 从不曾得以放纵 看怒花深情懵懂 用一句我等放心动 等风雨娘就像轻轻浮动 总不曾莫名失重 但时光翩翩惊鸿 用一生的痛寂寞中 隐情色几名也与话无痛 爱人令我更心痛 用心暖着秋叶浓 何时雨我在秋风 令我走出水梦中 一生情趣消色重 一生纵约深路中 一人称痴独坐平海中 一人松白雨匆匆 爱人令我更心痛 用心暖着秋叶浓 何时雨无罪求服 令我走出水梦中 何时雨我在秋风 令我走出水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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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